这鸡架怎么卖的呀 三分一个15两 哇 这撒白糖跟下雪一样 这是啥呢 醋 来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东北 烤鸡架真的是不能错过 哈喽 大家好 生刚 都来了沈阳了 怎么能不吃沈阳烤鸡架呢 今天这个烤鸡架还是我提前预定的 现场买还买不到 那现在跟着我一起去取鸡架吧 这鸡架怎么卖的呀 三分一个15两 我定的是四个 全是烟火器 汉的剑的烟火器 你们从哪过来 我说杭州 来吃鸡架的白糖 对呀 来沈阳必须要吃一丝烤鸡架 这白糖吗 白糖 跟下雪一样 这就是烤鸡架的灵魂吧 对 滴都烟入味了 这是啥呢 醋 醋 酸甜口味的 对 你一天能烤几只呀 500只 500只啊 500只 体力上限 体力上限 哇 这臂力 感受一下吗 我吗 嗯 不行不行不行 但这手完全不行 太重了 这几斤啊 30斤米 30斤 哇 铲到不行了 哦 哇 这是我的吗 对 谢谢 找一下店 坐着吃鸡架去 这里有家东北麻辣烫 我们就在这吃吧 拜拜 帮我做个份麻辣烫吧 哇 滴瓜粉 我真的是第一次吃都没有麻辣的东北老式麻辣烫 但是看到也很香 先试下这个烤鸡架感觉都要冷了 嗯 嗯 入口第一感觉就是很香甜 炭火香味超足 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烤全鸡了 因为鸡架它更入味 有鸡肉它就很难入味 不管是酸度啊 甜度啊 都很够啊 哇 哇 这块焦涉感更强 这个时候来点小麦汁 真的是最好不过了 它这个表面对有点白糖被烤成焦糖的感觉 太够味了 来了一天三顿小烧好的东北 烤鸡架真的是不能错过 试一下这个麻辣汤 嗯 好爽 这就是很传统的味道 倒点醋 嗯 炸鸡醋瞬间变重新刷麻粉了 很开胃 就是它这个麻辣汤里面没什么肉 鸭血是里面唯一的荤 再来点烤鸡架 嗯 太香 好爽 好了 我要慢慢吃了 大家如果来了沈阳 一定不要忘了尝试这个沈阳烤鸡架 真的 好了 今天要吃了 喜欢吃饭的话记得点赞评论搜索 我们下班见 拜拜